美少女 現場的美少女們大家好 我是資深美少女 剛剛通跑出來的林青 相信大家對於老師說這個遊戲應該耳熟能詳吧 大家有沒有都玩過老師說這個遊戲 我從小就是這個遊戲的佼佼者 現在就讓佼佼者來跟大家下一個挑戰書 大家願不願意跟我一起玩一次 老師說來暖暖身 現在老師說把雙手借給我 老師說給我一個熱情的鼓勵 老師說加一點關乎吧 可以停了可以停了 欸很聰明很聰明 大家有發現我剛剛沒有說什麼 沒錯我剛剛沒有加一個指令就是老師說 一開始老師只要設計一兩個少少的陷阱 大概全班的同學都可以被淘汰 但是我今天來到的是台南女中 我本來預期大家都會被我淘汰 沒想到大家比我更會玩 老師說 但是當我們正在成長的過程中 原本的老師說漸漸的難不倒我們了 但是我發現我還是被困在進階版的老師說 我在同文課的時候被教導如何引進句點 孔子說愛醫生說 有時候我記得我在學生的時候 怎麼想引用都想不出來 我乾脆寫我阿嬤說 大家可不要笑喔 這像是國考老師 同時也是作家的廖綠惠女士 就曾經在一篇從小喜歡樹 一文當中改談 他改過一試五十份的考卷 其中有三十八個同學 家中這麼剛好都種了一棵老榮樹 更巧的是什麼 這有三十八顆老榮樹 有三十顆都種在誰家 阿公阿嬤家 這也不能怪我們的考生這麼沒有創意 因為我們的教育體制很習慣的 把同學匡在書桌前面 我們匡在書桌前面反覆的背誦 老師說孔子說孟子說 我們一直在背誦著這些誰說誰說 卻很少人關心我 我們怎麼想 我們自己怎麼說 大家有沒有看過 《Breaking Bad》這部影集 其實《Breaking Bad》一點都不bad 有時候可以be free 我想用大家非常熟悉的紅綠燈號制 來做一個開端 做一個連結 記得我小時候 麥當勞出了一支非常經典的廣告 王力宏 大家都知道吧 他開著車 走到了得來樹 搖下車窗 裡面得來樹的店員問他 黃綠紅你有哪一種 他說我都要 沒錯我也是那個都要的王力宏 我今天就用黃綠紅 以及我很喜歡的一部卡通影集 叫做《海綿寶寶》 來跟大家介紹影響我人生 非常重要的人生黃綠紅 首先就從第一個階段的黃燈開始 大家都知道黃燈代表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要大家 等一下哦 可能我們剛進入下一個醜學階段 這個時候我們就像這一塊小小的海綿一樣 腦洞大開 傻裡傻氣的 但是我們也要像海綿一樣盡其所能的 不斷吸收 不斷長大 我記得在哥倫比亞大學 攻讀碩士學位的時候 學校對於軟實力的要求 不亞於學科以及硬實力 其中有一堂叫做策略與工後課 都是讓我們印象深刻 那一天我們走到了教室 不是像現在課桌裡這麼整齊的排放者 他是用這樣一二三金字塔的方式擺放 但我們還在懷疑為什麼老師 今天要這樣擺放課桌裡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白板上的任務 今天的任務就是要我們 將紙條上的指示 在五分鐘之內解出答案 我打開我的紙條 我慌了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是個學霸 不好意思喔 在各位學霸面前現愁了 不過這是真的 我從小到大也是一個考試機器 我從來沒有對我的答案 這麼不確定過 我觀察我周邊同學的表情 大家也跟我一樣一臉茫然 一臉痴呆 老師要我們把答案寫下來 我寫了一個圓 我旁邊的兩位同學寫了一個三和一個箱子 我們對於題目到底是什麼 還是沒有想法 而第二排的同學不約而同的寫了一個六 最後第一排的這個同學 非常誠實的 他寫了一個沒有想法 老師這時候要我們解釋我們手中的紙條 跟為什麼我們寫下這個答案 我就說很簡單啊 我拿到的是一個圓 所以我就把圓寫在白板上 而我旁邊的同學說 我覺得題目可能是為了我拿到的圖形有幾個角 而且箱子的這個同學 則認為這應該是一個聯想的遊戲 而且沒有的這位同學 他們則是有志一同的把參與的人數寫了下來 最後當第一位同學打開到的紙條 我們全部恍然大霧了 原來他拿到的是這次的題目 請問大家手中的紙條總共有多少圖形 老師和我們講解了這次活動的目的 其實白板上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並沒有限制大家不能溝通 不能整合 不能跳脫框架外思考 只要有一個同學起來負責溝通 其實答案就迎刃而解了 但是我們也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就是 不管同學來自於世界上的哪一個國家 我們都太有自信 不習慣合作 喜歡一股腦的就要把答案解出來 這其實大家出了社會之後 也會發現這很像是一個企業的組織 其中上層的領導者沒有把指令正確明確地傳遞下來 而中間的領導階層也認為 我給的指令應該很明確了 大家的答案應該都和我一致 而我們身為最後的小蝦米這些員工們 當我們有問題的時候覺得指令不夠清楚的時候 也沒有勇氣挺身而出 跳脫框架的思考提出整合 我們在一個環境開始慢慢熟悉之後 就會來到我最喜歡的第二階段 沖沖沖的綠燈 這個時候我們要從一個小海綿 退變成為章魚哥 那這個章魚哥呢是非常可愛的 我認為我更喜歡章魚哥躲過於海綿寶寶 為什麼呢? 因為一開始的海綿寶寶可能對自己的興趣還不夠了解 他還在探索 他還在摸索 所以他對於所有的心知 對於所有的知識 他來者不拒 他快速的吸收 想要快速的長大 但是可能壓力一擠 他就把他的養分都流失掉了 但是當我們在章魚哥的時代 我們可以更自由的選擇 我們自己喜歡的領域跟更擅長的空間 我們將我們的觸手深入之後 用我們的吸盤緊緊的吸取 泡回腹中的墨水 就像是我很喜歡的彼得·布拉克一個管理學大師的名言 就是今日賴以為生的工具 很有可能成為明日的阻礙 就像是我很喜歡的章魚哥 他是一腳劈鞋 一腳球鞋 左手公事包 右手書包 左邊辦公桌 右邊書桌 這個就是現在社會上需要的 至少兩項一項專業的人才 大家也知道這個是誰嗎 達文西密碼的作者 Dan Brown 其實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 詩意的高中英文老師 聽說今天Kim老師有來是不是 這位英文老師以後大家都不能小觸 他曾經是一位詩意的歌手 他的歌曲乏人問津 所以他有一天辭職了 他返回他的母校擔任英文老師 有一天因緣機會下 他去度假的時候讀了一本小說 他就想著 我可以寫得更驚悚 我可以寫得更懸疑 我可以選得更好 他毅然決然的把他的教職辭了 再也想不到他下一本狀作 達文西密碼就因此而大紅 甚至翻拍成電影 而他也是所謂的章魚行人才 因為他涉及的領域非常的廣泛 包括藝術、宗教、音樂甚至是密碼學 但是我們知道在這個衝衝衝的階段 如果都沒有適當的休息 也有可能像章魚哥一樣這麼的厭世 因此我們來到了我最喜歡的第三階段 那就是找到熱情的謝老闆 大家都知道螃蟹有一個什麼 熬 我更喜歡說有一個錢 螃蟹手中開始有了錢了 他可能開始有了自己的事業 他可能有讓皮老闆缺嫌欲低的成功地方 而我最喜歡哥倫比亞的一個角落 就是這些隨處可見的長椅 還有椅子上院長對我們的期許 院長說其實就是算那些很忙碌的時刻 像這麼紛擾的時代 我們也能有幾分鐘可以坐下來 好好的比自己對話 相信大家都有這種經驗吧 就是小學推派演講比賽代表 這個時候大家不是看手智 就是看地上不然就是看天花板 通常都是班上那個最誇張最愛搞怪的同學 確平中學 很明顯的那就是我 而且我從小學三年級 比到了高中三年級 十年間沒有中斷 這可能是我所有同學對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事 就是那個演講女孩 但是我也從中發覺了我自己的興趣 就連那種十幾年不見的好朋友 看到我都說 表演一下你的特異功能好不好 現在就給大家表演一下我當初的特異功能 一開始我要催眠自己我最美麗 我是怎麼催眠的 我身高160貌似0至0 我身高160貌似0至0 之後帶著足夠的自信 我要像超模一樣走到了舞台的中央 再給大家一個代言亮白牙膏的微笑 在環似適中 再來深吸一口氣 以自證腔圓浮誇的腔調 各位評判老師 各位參賽的夥伴們 大家好 最後再一個完美的45度角 這樣才不會弄壞我精心設計的把戲 做一個完美的收尾 但是我也發現演講這件事情 我真的太喜歡了 所以今天才有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 我發現我熱愛舞台熱愛演說 我也期許同學能夠發現自己的心知所在 所以給自己一個紅燈 給自己一個暫停一下 其實也不是什麼壞事 因為有時候啊 其實給自己一個break 在將來才有可能breaking free 像各位這個年紀 可能很快的就會面臨到學策指考 面臨到選田志願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相當殘忍的事情 因為像我身為一個社會的新鮮人 我可能還在猶豫 我大學的時候修習了會計學系 到了大學二年級的時候 我覺得我對法律學也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在正大的時候就松鼠修 到了收視的時候 我覺得我對風險管理好像有那麼一點點興趣 所以我現在也還是彷徨 要怎麼樣可以把我的興趣全部都結合起來 所以最後呼應一下我的主題 我的人生黃綠紅 希望各位同學也能像海綿寶寶一樣 一開始當著小海綿 盡其所能的吸收 保有一顆赤子之心 廣泛的學習 到了第二階段 衝衝衝 就像我們的章魚哥一樣 深入的集曲 用吸盤經濟的吸附 多才多益 最後 祝大家像謝老闆一樣 有大錢 找到自己的熱情 找到自己的心知所在 在演講的最後 我再和大家玩一次老實說 老師說 這次請你們聽聽自己內心的聲音 我們以後不再玩老師說了 我們要聽我們自己怎麼說 我說我的青春黃綠紅 你們呢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